大家好 欢迎来到BBB解说三国沙 这个最近这个Online搞这个任务活动 我给你看看就这个送会员 送这个三十天会员 你说这个有些玩家吧 他就根本就没玩过这个 这个火包啊 还有一样的这些武将 根本就不懂技能 这一开始送会员就各种坑街 我是今天就得吐槽一下 这个各种坑街 昨天差点被坑了 不过大家自己看 被坑了 被坑了我是实在受不了 不过最后我运气都比较好 我是真心想吐槽一下 咱们看录像 你说 你就我就想说 这个你要是真想玩好这个游戏 其实十块钱冲个会员 真不是真不算多 当然你要说 我就是纯娱乐上这瞎玩的 那我真管不着 你要真是真心想玩好这个游戏 我劝大家还是冲个会员 你说你玩了几千牌的 还玩 飙风那几个武将 你玩不腻啊 这个我就真是不好意思在说什么 咱们看看这个 这牌录像 这个主攻貂蝉啊 貂蝉你这这些武将 肯定是选个最好选个不怕 不怕离间的 和祝荣肯定是可以选的 这个离主攻也比较近 然后 在下面就可以选个国家 你说你选个别的 这太酱油 太守慈其实也倒还好 就是输出比较强 里卢素 不建议选啊 这个 这美和和离间 伤不了 伤不起 我就果断祝荣了 然后看看场上的选将 这个二号位孙权啊 四号位曹丕 五号位法证 从下面上来看 怎么说呢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 这法证应该是个忠臣吧 像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夹许进主位 其实也偏忠啊 因为他三血他他这非常扛不住离间的 就是反正这种三血的都有点像忠臣啊 从从下面来说 他搞这个夹许啊 其实有点不明智 我感觉他应该去搞 呃 离间孙权 曹丕不好说啊 曹丕这个 做貂产主的这个 就是 中反都都都可以啊 做反他 不太怕 稍微不太怕离间啊 做忠臣 然后离间别人也不敢他杀他 看看孙权啊 那我这洗手手盘还可以啊 杀闪淘 咱们下来 哎呀 这个果然是个忠臣 上来又跳忠了 咱们看看 看看这个场上这些 这些这些选手 这个迷你五空 大家熟悉了 这个有 这个这里面 这就是有一些选手 就是 就是纯属坑爹来的啊 这看不了资料 反正我一会跟大家说吧 这个有很多就是这个 哎呀哎呀 大家看 大家开始看啊 孙权 顺了一下那个貂蝉 这个给打了个 呃 我无懈可击 这个法证给反无懈 大家看到了吗 就就就就这位 就就这位玩家啊 这个法证 果断跳反 这这这 你说我碰到这种玩家 我是真是按捺不住啊 一会我就果断和他激情对喷了 大家就看了 反正 你说你貂蝉主选个法证 反正在这坑队友 我就不说什么了 回头 一会一会咱们看这个这个这个玩家 这个玩家的对话 这真是太苦了 你看我果断说你这三十天会员刚领的吧 他说你有意见吗 一会我一会我还要说 我说你你你你知道法证的技能吗 你看你知道法证的技能吗 你是来坑队友的吗 哎呀 我是真不好意思说什么 这个后面 后面就是大家 各拿各的牌 看这这位玩家还 非常有爱啊 我不知道 只有您知道 看来你确实知道法证的技能 貂蝉主选法证当反对 这个是个反对啊 想要顺主攻 哎呀 这种玩家我是无力富豪啊 看看孙权 看我这是这一张手法怎么出啊 我先杀一下 曹批看看 看看曹批是个什么节奏 曹批闪了 他既然闪了 他就肯定是 他就肯定是个 那个中内啊 我就直接冰他 毫不客气 你拆孙权手牌 其实我这个 拆孙权手牌 有点问题 也不算太大问题 其实可以拆卧龙 毕竟可以拆当黑牌子 又是水冰 他把乐给拆了 那我拆他两手牌 还是可以的 看他杀谁 好 开始杀我 然后我果断替一张牌 一张牌 一张闪肯定先不闪的 看看这个法证 先换点速度吧 这个法证玩家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ID 虐杀 嫩扎 鹿皮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纯属来坑爹来的 坑队友的 就这些玩家 你说你开个三十天会员 跑这坑队友 哎呀 真是不想说什么 这个直接给我打个异血 看看双头是什么 看双头是个什么节奏 双头是个反费 来看现在场上选将 大家所有人选将都非常正确 都是你看这几个三血的都是忠臣 然后我这是女性武将 这四血的都是反费 就这一个坑爹 坑爹祸 我就不吐槽什么了 真是真是来坑爹的 还在这说我没素质 虐杀嫩渣露皮 这什么名字 什么破名字 你看你看就这素质 我碰见这种人 果断激情对喷 来喷的 看谁能喷过谁 这个视频比较不太和谐 就是这个就不要什么地方 就不要转载了 这个纯属娱乐来了 看双头是非常给力的 直接抱了卧龙菊花 直接带走卧龙了 一波带走卧龙 这两天反正我也心情不太好 这个他撞到枪梗上了 他非要出名了 我就帮他出出名 这个果断杀我 这先不能闪的 有青龙咽咽刀 谁知道雕长一会儿 会不会扛我一刀 这个果断没有开大 这开始坑队友了 开始坑队友了 然后一会儿还要说呢 还说不就费一血 给张牌就得了吗 你当队友都是产红桃的 满手红桃了 我觉得这真是无力阻淘什么的 这果然杀我 刚才那个闪是肯定不能出的 这这这这这这玩家 我这我这果断杀了 翻吧 就就就翻他 其他翻的是有问题的 翻法证没有意义 法证回合 回合外武 他回合外武防御技能 其实可以翻孙权的 看能不能带走佳曲 好的好的 竟然竟然把佳曲带走了 非常贼力 又开始坑队友 坑队友无极限 他手里有张名桃不救我 不救就不救 我还稀罕你救我 刚才孙权给张桃他不救 就在这坑队友 就这种选手 就根本没玩过 就来这无脑选将来了 好不容易我得了个三十天会员 我必须得选 不选不舒服 就这种选手 真是没法吐槽 坑爹无极限 在这问他三十天怎么了 你玩过会员吗 我这当然不是说 瞧不起人 你没玩过 你就别来坑爹了 坑完爹还在这跟人激情对分 开始开始在这 开始在这搞啊 这盘跟他没一点关系 这盘最后就在看 就在这坑队友血呗 是双头立了手工啊 然后就是孙权立的功劳比较大 有桃还不救我 死我不救我 我也不说啥的 看有桃吧 还有桃 但是估计也不敢翻了 没啥可翻的了 你说你帮主 你不看着 就这三十天 这个会员马甲 这个委会员 这个坑击选手 哎呀 我真说什么 就现在 有他在 还不如新权一个人打的 办个桃圆结议 然后看杀平权 哎呀 这个铁锁连着呢 新权果然不能啥 就看看能不能带掏皮飞 好 咱们不信 还在这吹呢 法证照样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这不是双头收了两个人头 然后孙权 人家这也就是孙权 能经常有红桃牌 还在这说 那给张不就得了 给张不就得了 你真当队友是家里是敞红桃的 这 这你说 现在你说还不如有法证的 你这不如没法证的 没法证的孙权单挑 处处赢了 加快点速度 坑爹选手 不说什么了 你看 就这 就这坑爹呗 坑队友学问 无脑坑队友 这种 哎呀 我上电视呗 这个不过孙权强大能力就毋庸置疑了 这个还是肯定能赢的 这个果断带你飞 你还不如孙权自己单挑呢 哎呀 就是虐杀 嫩扎 露皮 大家记住这个ID啊 这种玩家 现在还再来一盘 再来一盘 我那边的 这盘也是这种选手 这种选手不但无脑 而且还仇内 看看怎么仇内 我点一下神吕萌 这个肯定要选的 看别人都是什么情况 速度点 速度点 好 好 果断找一张闪 怕孙权上来杀了一刀 因为神盟这个第一轮还非常脆的 这回大家注意厂商两个玩家 一位是这个家族的这个玩家 这个是个仇内选手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 北会员 当时天会员选手 也是个仇内选手啊 大家一会看 徐叔第一句话就亮了 看他还没说话 一会大家看 顺我一张盘 我是内奸 我就果断是要低调的 你看 大家看 徐叔开始说话了 我自己能用无中吗 就这种选手 真是不想多说什么了 到最后还仇内 仇内 我也不怕 来吧 尽管来吧 我 如果是大家 咱们说内奸怎么打 如果是你 你这牌该怎么打 你这牌 果断要低调 你不低调 你就备集火 你就果断 我就是果断攻心自己 把那张火煞气了 然后就挂上装备 一过就完事了 这个 这个直接跳明内 省得被集火 就这么简单 我谁也不打 你们最后还别打我 这个吕布也没有动了 这个也不好说 这场真的现在也不好看 就这种选手 一会儿还要看看 刚才问能不能开吴忠 关上童甲 乐孙权 这都没什么问题 九杀吕布 吕布你九杀什么 什么劲儿 有什么可九杀的 那杀吧 好吧 原来你这么想杀 那就杀 这个貌似 这个 这是个反贼 这个元素没有动 就不好说 但是没有动 看看刘备 这个刘备非常有意思 经常给我牌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这个刘备 应该也是个 这个三十年会员选手 他 他看我公亲 以为我公亲主攻的 然后每个人都给我牌 跟我斗死了 这个梦想的刷牌的 看看巡运 鸟不鸟的 这个巡运 国断托管 出闪 这个明显就是个忠臣 这刘备是个反贼 给了我两闪 真够意思 这个乐祝容 这刘备打的 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你上来 你应该 你应该先放 看看给你补牌 不你再乐 你这瞎乐 你这乐 就是非常有问题的 然后果断给连起来 就掉血了 没办法 有大点 放个桃源 打无陷 这个应该也是个反贼 出大点 就是他俩身人 现在不明了 心全运你非常好 直接跳过乐不思索 刘备你看 现在就是团队出锅口了 一落奔 刘备就是 你要是没有巡运 卢素这种给你补牌的 就真是团队出锅口 就巴巴裸奔 你这么没什么意义 我就继续 还酱油 我拿这个锅拆脚 准备把这个闪电拆了 你为什么要攻心他 因为他俩没跳身份 我不想攻心这些名字 我就攻心这个案子 然后让他们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 直接摘了个桃 然后把这个闪电拆了 有些那间非常爱挂闪电 我作为那间是非常不爱挂闪电的 你换 换闪电你怎么控场 要相信自己的控场能力 但是果断把闪电先拆了 看看吕布动不动 吕布还是没有动 这个吕布向内 替我向内 不过我也挺向内的 这个果断 举架了三张牌 看看元素 元素杀谁 杀吕布 看元素是反为 他就是忠诚的呗 这些人为什么都爱杀吕布 你想不明白 你杀吕布有什么好处 我就不知道 一会一开大 你就不就悲催了吗 这个徐叔一直在这药牌 刘备给我点 放我这里最安全 这玩家叫清风俊朗 来记住这个ID 还有这个弱念难忘 代表的 没有代表的 不多说什么 你敢杀寻遇 你看 就这种玩家 我跳明内了 他不打主攻 你是反贼不打主攻 跑这打内奸来 我都没动 我都没动反贼一下 跑这打内奸来 刚才我一朋友说 作为内奸应该把藤甲挂上 我说果断不能挂 因为我对这种选手非常不放心 果断没挂就对的 你反对不打主攻 跑这打内奸来 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非要跟我较劲 你叫呗 跟我较劲 一般没什么好果子吃 有些人就喜欢背后下半子 什么之类的 这种 你跟我较劲 没有什么好结果 我就跟你这么说 看玩笑 玩笑之言 大家看 这是这种玩家借刀杀元素 反正 我就 必须打酱油 作为内奸 这个时候 我这个牌应该怎么出 大家想想 果断是要连他俩 就群裕这个中 必须得让他卖血 我现在看看吕布 看吕布有什么牌 我看吕布一下爆发了 我这个我这个铁锁果断 是要连群裕和注农的 我作为内奸 必须要让群裕这个忠臣 不停的卖血 要不然 我 我是没法 没法打的 我是希望他卖血 卖血 卖的 然后还打反费 我这个卖一下萌 决斗他 我对他心软了 他刚才火攻 我都没有决斗 因为我毕竟还是想控好场的 我就卖一下萌 决斗个屈复 他这个果断是要顺我减一的 这个这这这迷你武功 肯定是不会乱玩的 肯定先打反贼的 冰元术 没什么问题 徐树 徐树挂了神八卦 这个都举荐了 没什么问题 这个冰非常伤了 我还好有个狮子 灰血了 这个刘斗给了两次牌 这个这次终于不给我了 你开始给朱镕 这这这朱镕你看 你又又开始杀我 就又跑出来久杀我 我就真是想不明白 你不杀 你作为反媒 你看还是 还是个火杀 不去不去杀主公 杀内奸 我真是无语 这种玩家 你说他他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 我能有吗 就这种弱念难忘 大家都这种人 都记住这种ID 就这种垃圾玩家 我就是今天心情不好 我就是要吐槽他们 谁都不放过 去虎继续打他 这个去虎反正差小点 他也不敢贸然去袁树和徐树 这孙权 你说你反对不限制孙权 让孙权这么好的状态 满血满状态 你跑这打内奸来 你这能赢才怪 徐树八位群裕 被主攻这么满血满状态的孙权 你不搞孙权 不说什么了 你死吧 这回死了没人救你 我看有人救你了 这把我就是 心情不太好 就果断跟他们激情对喷 不喷不舒服 这种玩家 你问你不喷 他能行吗 果断带你飞 跑路了 果断跑路 承受不了心理压力 大家最好都鄙视鄙视 这种人 我继续 这排非常给力 两张南蛮入侵 我肯定能拿到手 我这个时候 因为死了一个反贼了 我无论他们打的怎么样 我还是要控场的 果然先摘孙权一个桃 然后放南蛮 然后看看节奏 我这个 我是想把 荀玉和吕布 想带走一个 看看能带走谁 我是想把荀玉带走 这个给主攻打 打无限可击 他手里应该是 肯定有桃和酒 要不然他无限可击 肯定就给自己打了 大家其实有的时候 你从他出牌细节和气牌 能分析出来 果然是有桃和酒了 又出来又一箭可击 果然是杀群玉 主攻肯定没桃了 就看他能补出桃了 没有补出桃 带走了 我就直接吃桃过了 看看吕布自己 怎么打怎么打 直接开档 这是估计能把 袁树和刘备带走 直接都裸奔 直接全部裸奔 看看吕布 有没有什么给力的 徐树竟然没有桃 举荐了半天 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放个桃园 这迷信无功非常有意思 放个桃园 然后挂个联 住个联组 问我怕不 你说你都放桃园了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有杀 你有杀钱 你会先放桃园了 我对他比较了解 徐树还在从 扑档里掏出一把 固定神刀 直接砍枪了尊权 这时候他仿佛 还有赢的希望 还在挣扎 或者大家看 主攻开始杀我 我非常生气 你不杀反 你杀我 那我好 果断搞你 搞起 先拿着武功生友 拿张闪 拿张酒 再攻击一下 设计张乐不思蜀 没有乐不 这还是可以的 果断决斗 压一压主攻 反正被发面了 然后留个酒 留个酒过得了 留个闪 没留酒 酒怕被顺走 继续砍主攻 因为他也没有别的出手手段 他就是一张杀 所以说他肯定是带不走孙权的 还举荐了伟章 这还举荐了 这时候他还能看到赢的希望 举荐了伟章 看我在帮他杀主攻了 我看他压他一选 可以压的 因为他是 我这个时候 这时候我就要搞搞忠诚了 看看 看看 哎呀 吕布还有九个闪 我赤桃挂藤甲 这个残局藤甲就神气了 这个不解释 这个吕布好像非常悲催啊 我记得 貌似离下了 貌似离下了 不知道干啥去了 有一张南蛮入侵 不过这两张牌 他也不敢放啊 他有一张南蛮入侵 其实不离下 这两张也是不能放的 南蛮入侵 手里好像还剩一个九个 一个闪 刚才我一公寻看 这个 哎呀 这一张牌都没拿 这个我肯定得乐他 不乐这个竹 那危险了 我现在毕竟没有逃啊 哇 这手里藏两个桃啊 我能给他摘一个 摘一个 我自己先拿上 这回 这回 人家先杀神吕布 给他乐住 我这个桃留着 毕竟还是想救孙权的 神吕布非常悲催啊 这个 这个 不知道干啥去了 然后看看孙权 孙权恢复力还是非常强大 然后 我这个时候 还是 还是 得把 吕布 带吕布飞啊 带吕布飞 然后进主法内 然后慢慢打 还剩一个九 看他还带不走 这个 这个 这个吕布是怎么 吕布又离开了 你看 从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徐叔就开始了 开始救忠臣 大家一会看 看看怎么说话 我就果然兵 兵住孙权 也回来了 大家看 这个徐叔开始说了 不让内赢 就这种标凤 上来第一句话亮了 最后一句话也亮了 第一句话是 我能开无中吗 最后一句话 不让内赢 好 你不让我赢 那咱就看着办 他是想顺 想顺我张杀 他有酒吗 他是想把徐叔带走 结果 我这是 我这是 我这是没有杀的 我都是杀 这个 他说 房东来 你看见没 这个徐叔 不让内赢 果断把牌楼举荐给侵权 好的 好的 你既然举荐 那就带你黑呗 这个残局腾甲 很美丽 要不然就来砍我了 你还在这骂呢 你讨好孙权 孙权照样杀你 就是干你这种仇内的 清风俊朗 你不是仇内吗 就干你 看 看连孙权都看不过去了 果断说 别逼逼 就干你 你不是仇内吗 仇内的大家都干你 先干死你 来吧 看 瞬间看不过去了 徐叔 你就是个傻逼 这个我果断 这个神盟开始进入这个1万2 神盟单挑肯定是特别强 这个你不用说了 看看 扎全和神盟到底谁强 吕布 还是没什么牌 这个后面可以快 稍微快点 火杀 果断有傻 必须傻 哎呀 神盟 神盟这个到残局 真的是个bug 我这个果断得拿一张杀 因为我要先带吕布飞 看吕布是一张什么牌 说是一张杀 当然这就是你坑我 但是我有好的运气 你坑不成我 谁想坑我 我的还得比比人品 咱们得看看谁能多服老奶的 然后孙盟回到四去 不过我的状态要比孙盟好 有神装 你看这神盟非常给力的 神盟单挑 哎呀 其实我略比孙盟强一些 五血孙盟 当然要是满状态也不太好说 但是如果是四血孙盟 还是神盟要强 这五中肯定是不能拿来 果断的先拿双杀牌压他血线 这个基本上就是也没什么太大悬念 神盟手牌被压得非常厉害 被压得缩水了 这个接刀没什么用了 留着个铁索一张闪 这非常给力 两张决斗直接就带主弓飞了 哎呀 我就是录这么视频 就是说这个 这个online这个大环境 这个勇的时候 被一些坑爹选手真是整了 哎呀 我是无奈了 本来挺好的环境 你说哎呀 这些坑爹选手 你这盛大 你这真想玩的人 他自然会买会员 不想玩的人 你送他会员 他也是坑爹 就这么个意思啊 我这个这这这录像纯属发泄一下 大家就是当个乐子过去就得了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今天就录到这儿 对朋友们 对朋友们 在这儿 没什么事 我还有一些 他们没什么事 我怕你 对朋友们 你 为什么 我会 感谢观看